大家好,我是永理工行政總署譚國鋒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就是應設的家鄉鹹肉種 大家都可以跟著在家裏一起做 而這個種也可以為你的家人或朋友 帶出美味的祝福 材料有我們最重要的種葉 即是竹葉 買回來後會浸泡大約兩小時 然後便會收齊備用 還有就是食物製作的棉繩 接著就是開邊綠豆、糯米、紅豆和微豆 我們都是浸泡大約兩小時 瓊乾水便備用 之後開邊綠豆便會加少許麻油 沙薑粉或者胡椒粉 然後就鹽去調味 至於這個微豆、紅豆和糯米 我們會混在一起 然後加少許鹽和生油去調味 這個花菇我們會浸軟 蝦乾會爆香 鹹蛋黃我們會加少許酒去調味 五花腩我們會切開一件件之後 就是五香粉用鹽和酒去調味 我們現在開始了 就是用首先兩張竹葉 把它摺成一個漏豆形 這樣 然後另外一隻手便把它固定了 首先就是加紅豆、微豆和糯米 已經加了鹽和生油去調味 現在這段時間 紅豆、微豆都很適合這個季節去吃 就是有些去濕的作用 我們接著就是會用少許 海邊的海邊的綠豆都是調味 這是第二層的 一隻冬菇 四隻或五隻蝦乾 用油來爆香 接著就是一隻鹹蛋黃 一件五花藍 就是有五香粉、少許酒和鹽調味 現在我們再補多一層的開邊綠豆 接著就是最後一層的糯米 還差一塊種葉 這樣就在上面加上去 這一種我們就會把兩邊 回覆了過來 接著兩邊 然後就是把另外一邊 就是向中間屈過來 另外一邊的種 我們就會對齊了 再向中間接著過來 我們現在用一條綿繩來 開始綁一隻種了 我首先就會在另外一邊 我們綁一隻種的時間 我們要注意 就不可以太緊 那隻種 如果包得太緊 煮好的時間 它沒有一個足夠的空間去膨脹 那隻種可能會太過實 那就沒有那麼好吃 我們現在就綁兩個列 要確保它煮的時間 就不會有機會 就鬆散了出來 那大致上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就可以煮它 大約三個小時左右 我們的家鄉鹹肉種 就已經大功告成了 那我在這裡祝大家 這五節節日安慌 我預約這個時間 在這裡祝大家 放了些縫小節